在年初的时候 我们曾经简单地谈了一下 我军空军今年可能的发展与换装工作 那时我们曾经说 今年应该会是有史以来 人民空军换装速度最快的一年 大量的二代机部队都将会迎来新机的换代升级 当时我们说 空军作战部队当中 还有四大战区共十个舰气旅 以及东西两战区两个兼八旅 一共数百架二代机继续换代 现在半年降过 情况又如何了呢 当时我们推断 将这些二代机全部退一 大概需要那么三到四年的时间 目前来看节奏倒是基本上准确的 半年时间过去 东部战区的最后一个歼八旅 也是最后一个二代机旅 被官宣洗赢了歼十六的换装 目前正在进行换装训练 估计下半年东战的天空就要告别二代机了 而歼七的清退则还要更快一点 上半年已经有两个旅 接装了兄弟部队的二手歼十实现了战力升级 目前我军空军的二代机作战率数量 总算是只剩下两位数了 半年换掉完成三个旅的换装 虽然有些部队是从去年就开始逐渐换代的 但也依然是非常可观的速度了 上半年能有这么好的一个开始 下半年我军的换装节奏 自然就更加让人觉得期待 那我们就简单的梳理一下 空军下半年有可能会有哪些新收获 首先很多人最想知道的肯定就是歼二十 从去年末开始 我军在上前没拿到歼二十的三个战区 各自开始了第一个歼二十部队的换装 虽然这三个部队每个拿到的歼二十都只有个位数 但是能先飞上训练上 实现人人有歼二十费 后面再慢慢补满边也算是我军换装的一种典型方式 所以我军下半年估计还会采用类似的战术 一边继续慢慢给已经有歼二十的部队继续提天心机 另一边用每个旅换数价的方式开启更多的歼二十旅的换装 到年底咱们总结的时候 说不定就要有不止一个军区 有两个歼二十作战旅了 说完了歼二十那后面就是10C与十六 歼10C因为今年一部分生产机给了巴基斯坦 另一方面是132也在逐渐停产专产 所以估计今年一整年 最多也就能换一个旅了 至于歼十六这个至今依然是我军空军重点 保障生产的最重要战役战术及多用途飞机 那生产还是非常有保证的 估计把那个歼八旅天道歼十六部队惯用的大旅编制之后 还会有一支星运部队会换上它 这一来一去之下 空军应该还能腾出一个旅左右的二手歼十一系列 以及一个旅左右的二手歼十BC用来供二代机换新 歼十应该会拿去换最后两个连雷达都没有的歼七小时旅之一 至于歼十一B会怎么处理 咱们也不太能确定 毕竟东部战区的歼八会在今年就应来推移也是咱们所没有想到的 只能说先反场升级 换掉最后一个歼八旅 或者让我军彻底告别无雷达的战斗机三个选择都有可能 说起反场改装 我军今年还有一些三代机部队也在战力大升级当中 许多军迷们已经攀了许多年的三代机中期 改造升级也终于进入了快速推进的阶段 之前年年都会有人提到 但一直除了原型机之外都缺少实际证据的歼11BG 今年总算是在多个部队当中开始高频次亮相 应该是正式开始大规模改装升级了 这些回场却换了新有原相控阵雷达 有了新的霹雳石与十五空空导弹组合的战机 一样充实了我军的先进战力 歼11B与老二代机 以及原装苏27歼11A这样的飞机不一样 一方面时剩余寿命还有非常多 都属于服役壮年的飞机 另一边武器与雷达 数据总线等等都是我们自己的 改装升级也非常方便 通过回场中期延寿改装 能简单快速且便宜的迅速 给我军提供一大批先进三代半水平的飞机 今年作为歼11B大规模改装了原年 应该年末我们就要建好些部队换新了 总结起来就是 通过我过航空工业今年一年的努力 咱们将迎来从未有过的一次空军战力升级高峰 25年之前将歼7歼8全部换完 从一个可以追求的目标 变成了一个肯定能达到的节点 同时按连算 光是我军空军 今年一年就能迎来一百余家 现进三代半与四代机 不管放在哪里都是非常厉害的数字了 说到这里肯定又有人要求是重提什么 歼8高速性能有多好 歼7飞行简单好维护还便宜 能给二线部队训练和日常使用了 那还是那句话 说歼8是好截积机的人 到底有没有真的看过 歼8在典型任务贯载下的 实际性能包线是什么样的 歼8的急速是在什么高度下 用什么方式测出来的 能维持几分钟 对于我军来说 进行节机作战最重要的性能到底是速度 还是航程 谈节机作战是否听说过节机线的概念 是啊 节机作战对人民空军来说 至今都是最核心最主要的任务 甚至比其他的空对空任务都更加重要 但我们面对的实际作战环境也决定了 飞不远挂不动的节机机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歼8能在加油机支持跨越数千公里去南海中南不前出节机吗 能挂新一代超远程空空谈吗 都不能你准备怎么节机 节机谁 通过新机换装与老机改装相结合的方式 一季到今年年末的时候 我军将会有260架左右的歼10C与略少一些的歼16 与120到140架歼20组成的新一代三舰客机队 600架以上的先进机队成为美国空军之后绝对的世界第二 算上50余架歼10B与24架苏35以及进完成改装升级全新雷达的歼11B之后 就更是能对算上日韩在内 美军能部署之亚太周边的先进战斗机形成力量优势 我们的空军也算是到了全面大丰收的时候了 帮日本打造能对抗中国的隐身战机 美国是否已错过这个机会 随着美国对亚太地区重视程度的不断加强 美国对日本军力建设的管控程度也在不断放松 最为典型的就是不仅允许日本开发FX隐身战斗机 而且美国的洛克西德马丁公司还愿意 提供一部分F22隐身战斗机的技术 帮助日本完成FX隐身战斗机的研制 当然 美国军火商也不是什么扑散 帮助日本研制FX隐身战斗机 除了有让日本在亚太地区帮助美国对抗中国的意思外 也希望能够趁这个机会好好的捞上一笔 不过也许是美国人要价太狠了点 导致日本在FX隐身战斗机的研制上也开始有些不安分了起来 美国战区杂志就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 是否错过了帮助日本打造未来战斗机的机会 在这篇文章中 美媒对日本部和美国商量 尝试与英国方面主动联系 共同研制FX隐身战斗机的意图表达了不满 在此前与英国方面的接触中 日本方面对英国正在推进的暴风雨 隐身战斗机项目展现出了相当大的兴趣 暴风雨隐身战斗机的定位 一直在五代机和六代机之间徘徊 各种说法都有 但可以肯定的是 英国希望暴风雨隐身战斗机 能够和自己从美国购入的F-35隐身战斗机 形成高低搭配的作战体系 当然 英国自己研制的暴风雨隐身战斗机 在这个作战体系中属于高端战斗机 从美国进口的F-35隐身战斗机 则处于配合位置 换言之 暴风雨隐身战斗机瞄准的是和F-22隐身战斗机一样的定位 这也十分对日本的胃口 日本目前在高端战斗机方面的情况和英国十分相似 一方面 日本同样严重依赖从美国进口的F-35系列隐身战斗机 另一方面 日本也野心勃勃 希望自己国产的F-X隐身战斗机整体性能能够超越每只F-35系列隐身战斗机 以达到进一步提升日本军力的目的 而从技术实力上来看 英国也确实有资格和日本展开合作 英国除了拥有罗洛这种老牌航空发动机公司之外 还有BAE这种实力不俗的防务企业 最关键的是 相比于美国的洛克西等马丁公司 和英国合作的风险会更低 目前欧洲有两款正在研制的著名隐身战斗机 一款是英国的暴风雨隐身战斗机 另一款则是由法国和德国主导的FCAS项目 不少欧洲国家就在这两个项目之间往复横跳 尽量为自己谋取最大化的利益 比如意大利和瑞典 就表示自己对暴风雨隐身战斗机项目很感兴趣 而英国人也不甘寂寞 除了在欧洲拉拢暴风雨项目的合作者之外 还把手伸到了亚洲 除了日本之外 印度也受到了英国的邀请 整体上来看 英国颇有种想复刻当年美国JSF项目模式的意思 把暴风雨隐身战斗机打造为第二个F-35 对于英国来说 虽然日本不可能直接原原本本采购英国的暴风雨隐身战斗机 但是通过向日本提供部分技术 一方面可以在日本的FX隐身战斗机上验证相关的技术 减少暴风雨项目的技术验证时间 另一方面 也可以分摊相关的成本 毕竟拿了英国人的技术和产品 日本人总是要掏钱的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目前日本已经开始和英国的BAE防务公司展开谈判 双方正在探讨由英国在先进大推力航空 发动机和中远程空空导弹上向日本提供帮助 而这两个领域 正好也是英国人比较擅长的领域 日本联合星空对空导弹计划 是日本为FX隐身战斗机项目而配套展开的项目 但因为日本一直搞不出先进射频导引头 导致这款空空导弹的推进一直很慢 而英国已经打算将综合流星空空导弹上的射频技术 帮助日本完成新型空空导弹雷达导引头的开发 美媒自己也进行了反思 因为美国军火商不会向日本做出如此大力度的技术转让 此前日本曾经想要从美国进口F-22隐身战斗机 就被美国政府以技术敏感的理由给拒绝掉了 这也成为目前英国暴风雨项目对美国的最大优势 当然 个人认为这种事情应该不会发生 因为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很特殊 虽然表面上来看美国对日本军力建设越来越放纵 但前提是日本必须随时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 日本的军力自然也在这个范围之内 毕竟 截止到目前 日本的主力战斗机也还是以美制战斗机为主 对于美国来说 如果日本的F-X隐身战斗机最终拥有和英国暴风雨项目差不多的战斗力 那么日本实际上就已经有些逾越规矩了 最大的可能 就是美国允许英国来日本的F-X隐身战斗机项目中分一杯羹 但是项目利润的大头必须属于美国人 而对于日本来说 F-X隐身战斗机项目实际上也没什么太大的发展前景 因为根据日本政府自己的计划 F-X隐身战斗机将用来取代目前日本装备的91架F-2战斗机 这也就决定了 F-X隐身战斗机的总采购数量不会太高 按照日本装备的天价传统 搞不好F-X会像日本的其他国产装备一样 以价格昂贵而闻名于世 而对于我们来说 日本的F-X隐身战斗机项目最值得贯注的 就是其远程空对空作战能力究竟会如何 毕竟 在日本人自己设定的目标中 要求F-X隐身战斗机能够稳定压制歼20隐身战斗机 如果F-X隐身战斗机做不到这一点的话 其他方面也就不太值得我们关心了